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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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很多人今天都很想了解 香港转马来西车牌駛执照是要怎样做的 第一件事,当然你要先准备文件 第一个文件是 你要去香港的运事署 运事署 填个表格 拿一个Certificate of driving license 就是你们的车牌 细节的证明书 填座这个东西 你可以在官方的网站那里 填座之后 你可以拿到一个证明书 就是这一张 那里有吸引的 你要去文政署 贯行一个宣言 在这方面你要带上你的身份证的 付款,车牌的付款 和证明书的发给你的 做一个Certification 这个有做Certification 通常有时你可以在马来西亚的JBJ JBJ是运输处 就是和我们的发车牌的 厚车牌都是那里的 这方面你做了这一步 有些地方的JBJ 就可以接受,但有些就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打个比喻 如果在吉隆坡的JBJ 就是要转车牌的话 它是要求你一定要 最高发现加签 乘法要加签之后 又要拿到马来西亚的领事馆 那里做一个公正 要做了这两步 它们才会接受这个文件 但有些地方就不需要 有些地方就不需要 吉隆坡的市中心就需要 在吉隆坡的郊区那里 有一个地方叫沙南的郊区 听说是不需要 槟城暂时是不需要 但其他的州就要看地方 其实槟城有两个地方 一个需要一个不需要 最好就是拿到 马来西亚的影视馆的公正 每一个JBJ都可以认得 一有了这个证明书 你过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亲自过来 马来西亚的JBJ 带上你第二家园的 批准讯的证本和副本 你的护照上面 你一定要有第二家园的签证 还有这里也有写明 你都需要香港的 车牌的证本和副本 还有在运输署拿出来的 证明书 已经得到 正式的 strategy declaration的 安排 还有马来西亚领事馆的 一个公正 才是过去那里填两个表格 这两个表格 其实是马来马来的 所以你要填这个表格 可能就需要 一些人帮忙 如果你是不懂马来马 监装这个表格 你就可以直接入纸 入纸 入纸 他们会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才会做一个正式通知 可以转车牌 当然 你一定要有马来西亚的地址和电话 通常我们帮你做的话 就直接放到我们的办公室 就可以帮你做这件事 你怎样知道已经批准了 你可以差不多30天上下的时候 你去JBJ 英文就是Route Transport Department 就是运输署 在30天的官网那里 你就可以查询批准的情况 批准了的话 就可以安排过去拿 一定是60天里面要做的 要拿的时候 是要带上转换的申请的单 还有那个批准信 在官网那里也有批准信 还有你的护照的证本 一定要有张照是白色带的 跟余龙的申请第二家人的蓝色带就不同了 你都是拿到一个叫做P车牌 都是要等两年之后才去转成C车牌 香港的车牌的持有人就不需要口数 但是你刚才说的 你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在马来西亚这里才会批准 而且你要在香港准备这些东西 至少都要两个星期了 其实在马来西亚直接学开车 其实如果你是需要在马来西亚飞回去香港 又飞回来的 费用相比来说应该都差不多了 但是这里的好处就是可以学 这里的情况是怎样的 甚至可以叫駕駛支付 教你怎样適应这里的一个驾车的环境 如果你本身在香港已经有牌 是不需要再厚市的 但是真的要P牌两年之后才可以转C牌 在槟城泊车费多少钱 在街边泊车呢 半个钟四毫点 一个钟八毫点 全日六元 六点后不用钱 星期日都不用钱 中旧假期都不用钱 商场可能在一至两元起一个钟 通通就问 如果有了香港车牌 因为申请需要一个月时间 是不是可以先用国际车牌 握住 之后才申请马来西亚的车牌 应该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只是开香港车牌 没有国际车牌 根据我们大家之间的一个安排 全世界安排应该是差不多 有时三个月都可以开 就是 British Commonwealth 的安排 但是我们会建议拿国际车牌 好一点 拿国际车牌是合法的 全世界都是一样 如果香港已经有车牌 可不可以在马来西亚后车牌呢 如果你不想转车牌 直接在马来西亚后车牌 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只需要在马来西亚没有车牌 你就可以投车牌 如果好像犯规了 开车太快了 出缩了 即是停车就没有付钱 或者停错地方 这些是购款的很多 停车我们回答一回答 它是一开始 如果是被City Council 就是市政局那里拉了 开车的14天是15万 之后是30万 最长好像是50万 如果你在新加坡有车 你可以开车 在新加坡进去分成的 马来西亚开车过去新加坡 一年应该有差不多30天 是不需要交路税的 马来西亚的车的保险 在新加坡是不得的 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 但去泰国就不得了 你要在边界那里 去买一个保险的 国际车牌的持有者 可不可以在马来西亚 买车或者车的保险呢 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给白款了 是可以直接网上给罚本单的 无论是车牌或者是 Eagle Parking 这两方面都可以的 P牌没有这样东西的 C牌就有回复 如果你在两年内没有被人 扣过分的话 就可以给你7分 就是两年没有被人扣分 就可以还7分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是呀是呀 那Sam就问 P牌和C牌出街有没有分别 P牌和C牌 最分之十不同 P牌只有15分 C牌有20分 那香港 P了拍车 Fill了路士 不用再考拍车 马来西亚是怎样的呢 这里都是的 比如说你Campus里面的东西 Fill了 就只是考Campus里面 都是分开来看的 如果在香港已经有车牌了 你在马来西亚考车牌 是否可以直接考试 不需要上课 不可以 但是规定一定要上六个小时 理论堂十六个小时 的驾驶过程才可以去考试 他听你说 真的好容易好容易拿到一个P牌 你觉得 有没有 在马来西亚 你自己驾车 在马来西亚在槟城 是否安全 你有信心 没有问题 在槟城驾车 不懂得回答 你这个 这是我来的 我最喜欢答这么奇怪的问题 其实真的 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它危险和安全 OK 多谢Jerzika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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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M2H God 会带给你更加丰富的马来西亚资讯 记得按旁边的订阅 打开个洞洞 反正就一定不要错过了 喜欢我们的话 就希望你赞 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拜拜